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他不做这种保证呢 还没事 他做完这保证呢 人家给联手了 公开联手了 一切都是跟他保证是反的 这是昨天 昨天晚上 美国商业电视台 公布了一条消息 整个美国20个 最主要的发达的公司 主要与人工智能有关 微软 谷歌 这个圆就是Facebook 大概还有TwitterX 亚马逊 还有我们知道 现在OpenAI XGPT 20家公司 联手签订了一份协议 共同打击 深度造假的信息的 这样的一个源头 那里面他的针对性 是跟这个 跟这个 人工智能有关 所以当他签署这个东西之后呢 我说这事儿 这日子不好办 在整个今年 有40亿人 40多个国家 40亿人 要举行选举 那其实包括俄罗斯 包括美国 那台湾是第一个 进行选举的国家 那台湾的做法是相对 我们知道这就是 其实最公正 最保守的做法 他用纸张 用身份证 那牵扯到科技 跟人工智能 一定是电脑的 那人说 涛哥那人家办的是好事 为什么你还害怕 高科技的东西 都是背离神的 人工智能 就是跟神对立的 跟神对立的 就是跟人的道德约束对立 因为人有道德 人道德哪来的 是与人的神性相关 所以人的神性 才能遏制自己的欲望 人的肉体的欲望 这是灵与肉的关系 那高科技不是 科技是站立在欲望的角度来讲 是满足欲望 对吧 科技服务于人 给人提供方便 什么叫方便 欲望 提供欲望 提供满足欲望东西 这就是我个人觉得 OK 看来这个 如果大胆说 这民主选举 那基本上就到了终点 给我感觉到了终点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人们以公开协议的方式 却没有一个道德基础 那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最大的冲突跟对立 OpenAI也是偏向于民主党的 那他们所崇拜的谁 他们认为的民主 才是民主 第一 高科技跟AI公司 足以能够左右选举结果 他如果不能左右选举结果 他为什么要签这样的协议 他们自己都承认 可以左右这个结果 那这样的协议是什么 是一个障眼法 以道德的名义 如果有道德 你为什么需要协议 因为每个人的道德 是跟神签约 你为什么需要这种 没有约束力的协议 这没有约束力 那这里面只有利益共同体 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跟价值观 我就想问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样高科技公司是不喜欢 某一个选举人的话 那我问你 什么叫虚假 什么叫虚假 这里没有任何人提供保证 这里美国没有相关的法律 事情没发生的 他用什么法律 人说那没有 如果是欺试的话可以调查 你拿什么调查 你拿什么调查 你用电脑调查 你用OpenAI调查 你用谷歌调查 你还是用微软调查 还是用推特调查 你的调查 你的调查工具的本身 可能也是犯罪的工具的本身 就是这个东西真正失去 它的名义是保护民主 所以我个人更把它看成是一种民主的死亡 里面借口说法蛮清楚 他也讲述这是一种深度伪造 对不对 那这个屎盆子 如果出什么事 麻烦肯定扣在俄罗斯人身上 这个可以看出来 他们很奇怪 他们对中共不太敢碰 但他们可以任意敢碰俄罗斯 这是挺奇怪 挺奇怪 你看对中共都是美国的参众两宴口调比较高 都是口调比较高 但是这些实体公司 他们惧怕魔鬼 因为他们自己不信神 所以就自然被魔鬼所遏制 所以这是基本 人就签证了协议了 所以你让我看正好是反向 他为了保护民主 那如果他为了保护民主的话 这二十家公司不就是独裁者吗 这二十家公司是独裁者 他可以左右宣给的一切 我个人看问题也这么反正看 人家说那陶哥你要这么报的话 那后头没出路 没什么是没出路啊 没有出路 我个人反正看不到出路 因为你觉得你认为对今天的这个OpenAI 你有约束力吗 你我他 我们谁对他有约束力 他为什么要被约束 相关的连法律都没有 对不对 有人说以后制定法律 以后制定法律 没准都是AI的人制定法律 昨天我另外一节目中说 我说我问你 这个Odom 就是这个OpenAI的老板 你说他是人 他还是人工智能的生物 我很严肃提这问题 这是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就是已经没有人 我觉得没有人去能够确定 那马斯克你说他是人 他是火星人 很多人会说他是人 马斯克非说自己是火星人 那你说他胡说八道 那他的钱是胡说八道 他的钱 你也喜欢钱 所以就不是胡说八道 那他做事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 每个人都不一样 那他为什么你都承认他的能力 他说自己是火星人 你为什么不信呢 so what 就是现在人那么愚笨 就是说很愚笨 很可怜 你的不信任是在生命基点上 你不相信生命 你只相信自己的贪婪 和被灌输 所以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这个东西很容易做成 二十家公司宣布一项联合承诺 承诺没有意义 对不对 打击虚假信息 主要是深度伪造假信息 使用欺骗性的音频 影片影像 模仿民主选举中的关键利益相关者 或提供虚假的投票咨询 人都坦白说了 对吧 他说完之后就我说了 你说他是人是假 IBM Adam 芯片设计师 整个都加入其中了 包括抖音都有 我觉得坦白我跟你说 这就是人类效果 今天的民主体制 民主社会的效果 大家还以为是什么呢 科技平台正在为全球规模 最大的一次选举做准备 四十多亿人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足以导致与选举相关的 严重的错误信息 深度造假 每年增长900% 你现在连这个数我都不相信 深度造假的900%的这个数字的 本身就是造假 就像我说的 open AI的老板 我问你 你说他是人不是人 稍微明智的朋友 都不好回答 这个东西就像赵安吉 你说他是不是中共党员 说不是 他是中国银行的董事 你说他是不是党员 他是中国国家造船总公司的董事 中共国家造船总公司 那是真正国家的基础命脉 他是冒错会的董事 他不是党员 那不关重要 什么叫不关重要 党让你今天死 绝不让你过午后 开什么玩笑 他死了 他死了 我这么讲吧 如果他不是党员 没准还死不了呢 还就是瞎猜呢 没有任何意义 就是现在人其实 失去了自己存在的意义 选举中错误信息 一直是一个很麻烦的 2016年的问题 2020年的问题 那今天是这个 是这个 是这个 人工智能 加州民主党参议员 Baker说 有理由相信 严重担心 人工智能的误导问题 一些公司的做法很令人鼓舞 但我没有看到细节 要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我就没看见共和党人出来说话 所以人说 陶哥你这会儿什么意思 恶人先告状 恶人先告状 高科技公司都在硅谷 基本都是左派 他说 他说用于识别深度伪造的测试跟水音技术 还没有发展到足以直指这一切 那识别深度伪造的测试跟水音技术的本身 是为了保护虚假信息 我可以不可以这么理解 那把深度伪造都独家占有 民主就是独裁 比如说陶哥你这想法有点别扭 他没有道德的基础 一点都不别扭 科学就是反神的 科学就是制造人的欲望 在人的欲望的基础上满足自己的欲望 你们说不可能 有什么不可能 苹果做的东西 3800块钱 3800美元一个 你可以乱看乱想 对不对 那有些电影也演了 夫妻两个人过生活 在一人待着 满足他的快乐 对不对 满足快乐 人以后都觉种 带着就满足快乐 对不对 你也没有担心你自己身体好不好 你不用今天吃补这个 都不用 你什么都不用 你可以带着东西 把自己一会变成男变成女的 然后你可以得到不同的感觉 我说陶哥你怎么这么脏啊 脏吗 你敢想象吗 他就是这个了 这就叫反神 这就是涛哥不相信的基础 戴个眼镜 他在那玩的 你说他是男的 他是女的 你问你自己 所以完了 就是人权完了 完了 我跟你说 就像我们说 为什么我说川普 让美国再伟大 他干不出来 他干不了 他这个东西 他这个东西 那伟大不是物质上的伟大 不仅仅是 人得配着人种的道德 要解决这个路很长 识别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字服务上 这些都没有意义 这些都是在我眼睛里是骗手的 人工智能生成的影像 这样和影片平台同意 能够培植出一种隐形的水印 来保持他原有的东西 水印被造假 怎么办 一天前OpenAI宣布了他的Sora 就是我们跟大家介绍 那个很可怕 很可怕 说参与的协议的公司 签向八项承诺 评估风险 类别分类 向公众提供流程的透明度 行业的大多数自愿承诺 版本规定 适应每家公司提供的相关服务 那谷歌的老板说了 民主取决于安全和有保障的选举 谁是安全 谁的保障 人工智能产生的 寝食信任的选举错误资讯 会我们要尽情努力去遏制他 采取合作的措施 保护人们和社会 免受人工智能欺骗性内容的 放大性的风险 所以我眼睛里看 协议的本身就是风险 拥有道德的生命 是不需要协议 而协议呢 却没有任何约束性 所以就变成了一种 你说协议算不算欺诈 感谢朋友 那些东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